哈喽,大家好,我是Candice 现在的时间是11点55分 啊,我今天从下午2点开始在家里面收拾 一直弄到现在才完全的搬完家 可是我的行李还没有收拾完 可以跟大家看一下 还有很多 这是一个打工程 搬家永远是最累的啊 反正我今天会先把床铺好 然后睡一觉明天起来再继续整理 那我明天见 拜拜 哈喽,大家好,我又回来了 今天我早上起来之后 终于把该收拾的大件物品全都收拾好了 瞬间就还有一些小东西要收拾一下 我本来在想要不要做一个room tour 可是我发现我还有一些家私还没有送过来 然后呢我的东西有一些还没有收拾好 所以就先不给大家做这个room tour了 如果你想要看我的room tour的话 就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然后我就会找机会拍一期我的room tour 如果你们不想看的话也留言告诉我 那我就拍别的内容 不过这是我这一年里面的第三次搬家了 我现在这个房子的话我应该会住蛮久的 因为我现在对这个房子的话很满意 有个小厨房 然后有卫生间 有阳台 俗话说 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就是说的这个 最重要的是搬了新家之后就更方便我拍影片的需求 因为之前住的地方实在是太小了 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让我 嗯 好好的就是坐下来然后拍影片的地方 现在的话呢让大家可以看到 不一样的背景 那以后我也会努力的拍出新的有趣的影片跟大家分享 记得关注我哟 今天视频呢还有一件事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是在哪个软件上面找的房子 我用的这个软件呢是叫property group 其实我之前几次找房都是在这个app上面找的 我经常用这个app的原因呢就是 嗯 它可以进行很多的筛选 像你把这个软件一打开你可以看到它有买房 还是要租房那你就要选租房的那边 然后呢你就可以进行你的筛选 只要整一间房子呢还是要一间房间呢 你确定了之后就再进行更细节的一个筛选 然后跟大家举个例子啊 像我的话我就会点公寓 公寓点完之后subtype就可以选condo apartment 然后价钱的话就选你能接受的价钱就ok 选完之后你看你要几个房间的那我就要studio 然后一间厕所的话也一间 点确定 确定好了之后它就会按照你的要求 把你要的房子呢就找出来了 你就可以开始搜索看你喜欢的房间 然后如果你对哪个感兴趣的话 你就可以把它点开然后浏览它的图片 看一下它的细节 我每次用这个app找房的原因呢 就是它上面是通过中介来给你介绍房子 而且这个上面中介都是经过认证的 所以就稍微有保障一点 我上一个房子吧 上一个房子是在是通过微信找的 然后呢那个中介跟房东真的就 哇沟通起来真的很麻烦 不管处理事情还是什么的时间总是 跟你说一个时间之后就拖拖拖 然后经常不及时解决啊什么的 就很多问题 现在这个房子的话我就还是用了这个软件找的房子 然后这个中介呢就有帮助我跟房东沟通啊 而且帮我解决问题的时候也很快的进行回答啊什么的 嗯 我也不是说所有的中介在这个软件上都是很好的 你还要自己去跟他们聊一下 看这个中介到底负不负责任 如果他负责任的话你跟他租房子 那你如果出现什么问题的话 他也能给你一个保障 你如果是找那种不负责任的中介的话 那也是以后出了问题就会很麻烦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留言加订阅哦 我要继续去收收我的东西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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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